是我們下路的AD Carrier Honeyran 狂宇 今天是打招呼了 我剛剛想說他怎麼看著鏡頭 然後認住了 結果原來是一個比較 手速比較慢一點的選手 那KDA因為隊伍還沒有拿下勝利 所以KDA的表現不是這麼好 伊澤瑞爾是他的主流man角 那看一下今天的比賽 會不會拿出其他的角色 例如酷奇 好 來看一下他旁邊的 馬上就是帶到他的好搭檔 是Support 社雷西瓜茲 這個ID非常可愛的一位玩家 本身長相應該也是比較稚氣一點 那有用索娜跟布蘭姆的紀錄 當然在KDA這邊的參考價值 可能要等賽季打一輪以後 再來重新的評估 Magiclue今天一樣要來對上兩隻 就是職業隊伍 感覺上挑戰還是非常的高 我們馬上鏡頭往左邊再帶一位 是我們的打野選手Hanji 也是隊伍的一個核心選手了 兩場都使用理心的情況下 目前也還沒有辦法帶領隊伍拿下勝利 但他的理心其實有一些不錯的play 對 其實他理心的操作算是 就應該說Magiclue這支隊伍 他會在一二輪就直接就先把理心選下來 就仰賴索娜和基 對這名選手他對理心的一個依賴 對 可惜上週的阿傘是出現一些失敗 對 記得了 對 看這一週能不能調整好 馬上我們要來帶來的就是 他們今天出賽的第一位新選手 是我們中路的Kawei 那他原本的台服ID是 馬賽螃蟹惠飯嘉維 不是 他應該改過ID 他應該不是這個ID 對 他原本的台服ID 對 我說他台服ID 應該也是有改過 因為我記得這個英文名字 應該是有直接的在 就是使用在這個帳號上面 對 那他自己在說 他原本的打最久的ID 他有上過菁英的階級 那當然馬賽是一個香港的明星 然後一個喜歡的女明星 然後配合了他喜歡吃的這個烏飯跟螃蟹 女明星 然後配好吃的東西 對 然後最後的 就是配上他的中文名字 嘉維 這位選手 大家可以記住一下 也期待他今天出登版的表現 好 那今天沒有李密的出場的情況下 上路的選手也做了更換 我們Kaulu的上路選手是我們的阿傳 原本的台服ID是搖擺愛 就是一個XX 搖擺XX阿傳 就是搖擺阿傳 對 那他也是上過菁英階級的台服上路玩家 Man腳是依瑞莉亞 這樣Fighter型的角色 所以今天Muchikro是換了兩名選手 然後今天要來迎戰兩支隊伍 兩支隊伍 因為他們李密之前就有提過 就是在等 因為 剛剛鏡頭帶到的中路 就是我們的嘉維 Kawe他是一個香港人 那時候他還在移動到台灣的旅途當中 所以他前面的賽事是由李密的打 但之後可能都會是由我們的Kawe為主 因為李密有其他的生涯規劃 好的 介紹完了我們藍方的隊伍 馬上看到的是我們紅方的 優異閃電狼 今天的牛排依舊是笑得非常的開心 感覺吃得很飽 嘴巴還油油的 飽了 Ka1.5的牛排 在閃電狼這邊 上一周是沒有辦法順利的擊敗 TPL是再度的長到了落敗 那不知道他們隊伍上面 有沒有想要做一些調整 其實是有的 我講了這麼多 關子賣不了多久 因為鏡頭往右邊帶 我們就要看到了閃電狼 新登板的打野選手 OK 我們的洞洞 原本是一個混血兒的洞洞 現在變成一個 這也算是 也是看起來是 五官非常的立體 對 但是比較東方協同一點的 我們的KaSao 原本在Magi17 也是去年夏季 LNL的參賽隊伍 Magi17的打野選手 加入了閃電狼 今天要來面對MagiKlu 也是他LNS的初登板 期待他的表現 好 看完了我們新的打野選手以後 來看到中路 當然是我們的Maple Maple的角色詞其實是非常廣 尤其他的勒布朗的破壞力 在LNS裡面的表現 感覺是在台灣的 在台府的 台港澳地區的中路選手裡面 是比較前段般的 對 他跟早晨都是 不是早晨 他跟Chowie都是非常擅長 使用勒布朗的玩家 所以其實看他們兩個玩勒布朗 我覺得算是一種享受 對 那今天會不會有拿到勒布朗的機會呢 看一下對方有沒有要做封鎖 好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閃電狼萌萌的下路組合 好 下路組合首先帶到的鏡頭 是我們的Support 我們的Support Soul Art 蛇蛇 那現在應該在跟NL做一些溝通 說拜託不要選犯好不好 我印象中他韓服的分數越來越高了 高到一個誇張 好像印象中來到800多分的樣子 對 那上週QQ賽秉跟我們講解的時候 他有研究我最近蛇蛇 是在韓服勤練安妮 對 因為以OGN的選角來說 安妮的抬頭已經跟摩甘娜 可以同時顯現出來 好 介紹完了Support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最後一位閃電狼萌萌的選手 下路的AD Carry Never Loses 那今天也是非常帥氣的一個髮型 KTA 1.8使用伊澤瑞爾跟西韋爾兩隻角色 那當然西韋爾在對上TPA那場比賽是 出現了比較多被單抓的情況 可能要來小心一下 因為同樣是 兩隻隊伍同樣都是著重於下路的這個發揮 當然閃電狼還有中路的點位 但NL那場的發育是明顯的比路瓶來的落後的 對 那偷偷爆個小料 就是TPA的WINS其實對KARSA的評價很高 對 偷偷爆個小料 對 因為其實我有跟他討論說 最近有沒有什麼新選手 然後讓你覺得還滿驚豔的 所以你要組隊準備參與OMS了嗎 對 好 對 他就給KARSA很高的一個評價 那其實我覺得WINS 他其實之前在動動還沒有 應該說動動那時候還沒有被那麼多人知道的時候 他也是給動動很高的評價 只是我覺得他這次這樣講他是明燈嗎 對 不知道WINS到底是不是明燈級 那其實就是看今天的表現就知道了 好 那我們要在進入BENPICK之前要來看一下 一支Magic Crew的專訪影片 大家好 我是Magic Crew的AD 我遊戲ID叫Inputs光雨 我在隊伍的位置答的是AD 大家好 我是Magic Crew的Support 我的遊戲ID是射雷西瓜汁 因為我們之前有換過人 然後我們隊伍的前身叫做Team Hopeness 然後 因為有換過人 中上路換過人的關係 所以我們戰術做了一些轉變 然後變成 我們以前是主要以打線為主 那現在可能要針對 就是對於視野 還有跑線上的部分做一些調整這樣子 由於現在比賽的環境通常都是Support 都是要跑線跟比較親戰野區的眼衛部分 所以我們在眼衛跟跑線部分 我們做了很大的加強 就是今天這場ASQ啊 因為他們算是就是 我覺得我最欣賞的一個隊伍 然後今天對到他們也是非常的 就是也算是感覺好像是以前的偶像一樣 然後今天對到的就非常期待 然後我也會全力以赴這樣 謝謝你 我最期待遇到的隊伍也是HQ 因為當初看到綠茶 我才 當初是學習攝影師的時候是看到綠茶 看到他的勾閃 因為那時候可以先勾再閃現 然後但是後來改掉了 可是我當初叫攝影師瓜知的 我覺得這時候就是因為綠茶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Magic Crew的中路Limit 大家好我是那個Magic Crew的Jungle 我是韓吉 中路的準備還是以Counterpeg為主 那這版的Archer放出來 我覺得是一個可以把握的角色 那我自己是在那個Jungle的部分上 我會對自己熟悉的角色在下更多功夫 或者是自己喜歡的角色上面 我會想要把他拿出來在比賽 讓大家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期待 我期待跟閃電狼交手 因為他們的中路現在是封堂 那他們上路的牛排 其實算是業餘數一數二的上路這樣 如果是我自己的話 我現在是比較期待跟所有的隊友交手 因為打了這麼久 我終於打到這邊來了 然後希望可以在這個舞台上面 跟大家一起對決這樣 好的這支影片 我看得出來不是今天拍攝的 因為他們應該上週都要在AHQ的時候 之前拍攝的 因為那時候裡面還是中路的選手 那選擇在今天播放出來 看起來有點格外的有趣 因為也是剛剛我們的李蜜提到了 Stake是一個他很認同 非常強勢的業餘選手 但我覺得 可能Stake本人應該會感到有點難過 因為他在職業圈 也是打滾了滿久的一陣子了 其實應該緊張口誤啦 不要這樣子害他 對 我們主播賽評都有口誤了 更何況是選手在接受採訪的時候呢 好 回到Ben Peek 在Magic Crew這邊直接封鎖了兩隻MAPLE的角色 選擇了勒布朗跟傑 由一閃電狼這邊是選擇了封鎖上路的利三佐 以及瑟雷西瓜之名字所擁有的瑟雷西 對 那在這邊可以看到勒布朗 在這一次的LMS賽事當中 就是高達將近 應該是超過一半的Ben選率啦 那勝率也是有7x5 對 這隻角色以現在來說 韓服的META來說 韓國的META就是一隻OP角 所以AHQ也針對這樣才去準備像魔鬥凱撒這樣的戰術 對 那在這邊最後補上的Ben角是 辛朵拉 那閃電狼這邊 最後做了一個卡薩丁的Ben角 對 那兩邊的中路其實被Ben到的角色 以卡薩丁跟利三佐都能走動的情況下 已經算有5隻角色受到了封鎖 對 那這邊藍方先手搶了珍娜 首搶珍娜其實是我們上次就討論過了 就是珍娜這隻角色在目前的META來講 是非常適合首選位置的 包括藍方直接首搶 以及子方在第一輪直接拿起來 因為她在中期的對團戰的發揮很好 然後她在對線期間其實她的影響力也夠 不會說受到瑟雷西或是牛 這兩隻比較擅長首選的英雄來說的限制太多 對 但我同意這個藍方首搶珍娜的問題是 沒有任何疑問的 但是以現在來說 他們因為封鎖了太多隻的中路角色 反而讓閃電狼這邊 很順利的在子方拿到了納爾跟雷戈爾 而且KASA在之前閃電狼在線上賽對上了HKES的時候 對上其他的業餘隊伍也有出他的雷戈爾的紀錄 那一場的表現是相當的亮眼 所以我覺得在BANPIC上面的著墨 是不是有因為閃電狼這邊的選手做了一些調度 他們並沒有抓準了雷戈爾這個BAN角 對 現在就看雷戈爾這隻角色 MACHE CREW這邊要怎麼贏 雷戈爾這隻角色其實在現在META來講是非常適合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現在的Jungle速度偏向緩慢 就是中速 那他不像以前不管是S2 S3的時候 Jungle都仰賴前期的發揮 所以雷戈爾這隻角色慢慢的抬頭 尤其在S4世界大賽的時候 其實後期很多人會針對SANSON WHITE的Dandy去封鎖 也因為說這隻角色他有著一個骨頭層數 就是骨牙項鍊這個層數特性在 所以他在雪球的效應當中他的發揮是非常好的 所以現在也是一隻主流的Jungle角色 這邊MACHE CREW選擇的是西維爾以及加文四次 看起來又是要打一個加速雙強開 甚至三強開的一個任聾 對 現在這樣的選角上面是非常的OK的 因為下路組合先拿到了也是一個百搭型的組合 對 我覺得這邊神電狼下路很有可能會拿出摩甘納 然後再加上一隻比較擅長壓制西維爾的 我覺得手長的都可以 像是凱特琳 摩克茂 算是現在面對MACHE CREW的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那這邊選擇是一個POKE陣容比較吃重的一個組合在 對 這邊拿了伊澤瑞爾來對抗 剛剛想到摩克茂我覺得可能比較大的問題是因為對方有加文 尤其在西維爾如果真的跟摩克茂對線的話 他搭配Jungle的Ganker他只要直接硬開啟R技能 然後讓加文是不是直接吸到這個大絕的加速的話 其實摩克茂是很難做的逃跑 對 沒有閃線基本上就可能要殞命 那閃電狼這邊是把中路的位置留給了Maple來做一個P5的Counterweight 所以MACHE CREW現在看到的想法上面是先把中路選一個比較保牌的 也是一個遠程的輸出AP Carry 其樂絲 上路這邊的我們的阿傳是要拿伊瑞莉亞他的Man腳來面對牛排的納爾了 好 那這樣MACHE CREW如果這5隻角色選定的話 他們其實單點能力非常非常的強 特別是如果加文是搭配伊瑞莉亞 甚至再搭配齊樂絲的一波爆發是很足夠的 然後在做整個戰場重置的時候 有珍娜的跑速加成有西維爾的跑速加成 他們可以去判斷自己要做追擊或是逃跑 逃離戰場等等的 所以現在MACHE CREW的組合很好 那就是要看說閃電郎現在補上了一個Poke能力比較吃重的 其實我有在想說會不會MAPLE要拿伊瑞莉亞中路 也有可能 對 因為其實伊瑞莉亞中路在韓國OGN現在的META下面來講 是在子方非常容易產生的一個混搖PICK 對 對 其實在不管是FakerSKT的中路的Faker 以及這個CJ的中路 也是都有使用伊瑞莉亞這隻角色 然後這邊MAPLE選下的是菲斯 對 但比較難的地方是因為之前在閃電郎當過分析師 就是MAPLE的AD玩的沒有這麼的好 所以這個選角上面當然是很多隊伍都知道可以做這件事情 但難點就在於說你的中路選手 角色有沒有辦法去掌握 對 就以現在台港澳地區來說 中路最有機會做這種輪轉的就是小葉葉 我覺得是Chowy 對 Chowy 有 Chowy 一定有 Chowy 一定可以 就是之前的小葉葉在Fighter的時候 是已經拿這個輪轉出來打過卡查地 他其實以前在這個Logic當中路的時候 其實有打過一段時間的中路 伊瑞莉亞 對 其實台港澳的META來說 你真的不能說落後 但我也不覺得這是韓國學習 就是說META上面的了解 現在韓國很喜歡做一個轉位 像摩甘娜的上路也是一個轉位性值的PICK 這個不是寸草不生 我們突然看到就是寸草不生 最後一場才能喊寸草不生 今天還沒有 第二場就要有HKES丁克的上場 其實我覺得可以談談現在下路的PICK 其實大家都知道 珍娜我們剛剛前面提到的 在一二選的時候一定很容易直接出來 所以為什麼現在安妮跟摩甘娜這麼的流行 就是因為他們在下路的對線的壓力當中 可以給珍娜很大很大的壓力 珍娜很怕這種點爆發非常強的AP傷害 所以其實他不怕摩甘娜不怕亞歷斯塔 可是他很怕摩甘娜安妮甚至是加羅 可是加羅這隻角色比較不適合現在META的情況下 是因為他有跑線要支援 可是安妮跟摩甘娜很適合 因為他可以直接強出武術鞋 然後去做一個點控制 因為他們有暈眩的效果或是禁錮的效果 對這個暈眩的效果在跑線上面自保能力是夠 因為如果一個撞到對方一個的時候 或者是一個撞兩個的時候 你至少有一個暈眩可以逃脫 但加羅的一技能是相對來說比較容易被操作 加羅比較像是自爆機 就是他就是在下路壓著你的線 然後等你來gank 我來跟你一波自爆 然後可能二打三的情況下 我死一個我還是可以換兩個 這樣保全我AD的發育 可是其實現在META這種打法比較不這麼適合 所以就是摩甘娜跟安妮變相的抬頭情況下 開始有人在思考說 我們這邊點爆發或是強開陣非常流行的話 其實希薇爾慢慢抬頭 對希薇爾慢慢抬頭 更別提說現在AD位很多 也不要講很多被削弱 露西恩被削弱我覺得是一個最傷的一個地方 因為希薇爾其實在對抗到露西恩的時候 是有一點點吃力的 大家都覺得說他的護盾 其實可以擋露西恩的靈光益閃 可是其實在CD冷卻的上面來講是不對等的 對 所以其實露西恩的壓力還是大 可是露西恩現在基本不出現了 對 所以希薇爾就是慢慢的抬頭起來 就是要仰賴一些手長的AD 所以我們剛剛會提到 Coco毛或是凱特里 對現在以歐娟的第一週的季前賽來說 不是正式賽來說 崔斯塔娜的抬頭也是非常的明顯 對沒錯就是要仰賴這種手長的AD角色 去限制希薇爾中後期的發揮 我印象很深就是這個TPA打在這個HQ的時候 其實最後兩隻AD角色都表現得很好 可是落差就開始出來了 對今天的TAP PLAY在WEEK 1的部分也有看到了 小安真的是差一點先拿到PENTA-KILL 但就是因為傑哥的一個粉紅魅惑勾 最後勾住了他 讓他沒有辦法拿到這個勝利 OK那這邊雙方就是1分30秒 一個正常開局 在這邊閃電龍的炎位下得比較死的 可以直接封死了這個四個路口 就是紅藍的路口 比較想要防止Crew做一些LV1的進攻動作 好那這邊兩邊的配線上面 打野的位置起的部分是不同的 兩邊都是一邊選擇了下路 一邊選擇上路起的話 上到三級的時候可能的位置也不同 但現在的打野跟以前比較不一樣啦 因為不會一定要去吃對方的 對等區域的那個BUFF 他可以選擇自己清完同一個區域的三坨BUFF 就可以上到三級 主因還是因為這兩隻Jungo角色 比較偏向攻速型的打野角色 他們在符文上面來講 可能會特化一些攻速 所以起雙十項BUFF來說 邀馬合一 對 會是比較好的 然後可以降低自己的藥水消耗 對 坦型的可能就是 主要看這個Juji的劇毒護甲 來做一個前期的打野 下路的對線 蛇蛇的一等是點了W的技能 對 那這邊 閃電狼這邊兩個人是平分了 這個毒蛙的經驗 所以在強2上面來講 應該是閃電狼會稍微快一點 這邊是上2的 要上來打一波嗎 這個Q技能沒有命中 有點可惜喔 那HoneyRain剛剛 其實雖然Melan在後面 即時的幫他先套上了封盾了 但現在閃電狼的下路 打得是比較有攻勢 因為HoneyRain這邊已經要拉開了 輸出距離 有幾隻兵槍不能限 這隻小兵刺到以後 應該就上到2等了 那 色雷西娃茲剛剛 因為位置比較趨後的關係 沒有miss掉了一隻小兵的經驗 可是現在就是一個對等對線 這兩隻 這兩隻對線 應該是不會有太大的結果 除非瑟瑟這邊的Q技能 可以直接命中 KASA這邊將玩了一區域的野怪以後 已經上了三級 那這邊可以看到 佳瑟是不是選擇吃了兩攤野怪 然後再來收自己的藍BUFF 那可能在沒有消耗瓶的情況下 要來仰賴第一波的GANK發揮 因為在回補的時間上面來講 可以看到KASA是比較早的 對 KASA這邊沒有跟河蟹來玩 所以已經先行回家拿到了他的打野裝備 以及偵察守衛 寒奇這邊應該要再進... 喔他選擇了繼續再農一坨 以後再回家 上路steak 在遠程的優勢下面 在塔前騷擾我們的阿傳 寒奇這邊應該是吃完這坨野怪 要準備回家的RECO 沒有他要再次看起來是要拼自己的發育 對 那剛剛這個河蟹 就算是一個保護線上的一個投資了 一方面也是防止自己這邊的野區被入侵 二方面就是稍微去彌補一下前面 其實河蟹其實在前面的經濟是很好的 上路這邊steak的入氣不是很足夠的情況下 阿傳找到一個很好的時間點上來跟steak做換血 把steak的血量打到剩下三格 但是變大的納爾會拿到一個很好的HP5 那血量上面可能又會瞬間的又拉回了steak領先 吃兵數目上路的兩位選手並沒有差距太多 KASA這邊已經先行在河道不掩 但自己的位置是被CLU給掌握到了 所以這波落中應該是已經被意識到 對 可以看到KASA這邊退得很側面 哇 還是出榜被綁到 Maple直接一個線繞海斬兵出了閃線 兩邊要硬打 最後是用凜獵重擊重擊的傷害配上了Maple 第二段的出出拿走了這個首殺 閃電狼在遊戲時間44分鐘拿到了這個首殺 這邊其實還是太過不小心一點 因為其實在視野上面有看到的這個KASA的位置 霞盧這邊 哈尼瑞恩在一個 哇 直接被Q到 這個位 這個時間實在太剛好 因為Maple剛好去三角插眼 因為剛剛KASA在中路殺完以後 他有可能直接繞下路 但沒想到Sher Sher在這時候 直接命中了一個暗影進攻 讓NL的輸出順利的帶走 而且Sher Sher這邊帶的是點燃 所以線路上面應該也算是贏線了 對 而且這一波兵很大 這樣的話希薇爾的等級會落後非常多 這樣子CLU 前面的4分鐘其實打得不錯 因為在對線上面你看得出來 他們的對線技巧上面沒有太多的問題 對 主要還是下路這邊崩了一次 然後加上中路這邊再Begang一次 而且Begang的同時 他也是繳出了光盾及閃線 反而是Maple這邊閃線還沒焦 等到Maple如果真的上到6等的話 壓力又會在這邊的奇樂絲身上 而且下路線這邊 很早就讓Sher拿到他的眼池的話 現在下路區域的視野控制 可能CLU要拿很多的金錢來做一個交換 對 這邊Sher Sher選擇 第一個800的裝備是眼蛇 非武術鞋的情況 主要還是因為他們下路現在優勢是有的 他其實在下路建立好足夠的視野 然後再持續地給CLU壓力的話 下路很容易就是直接崩了兩個人 對 這跟現在的這個打法上面的Meta轉換也很有關係 就是為什麼伊哲瑞爾慢慢的抬頭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也是跟酷奇一樣 一隻很好一打二的一隻角色 沒錯 因為他遠距離的士兵能力 他可以不被對面DNA的太嚴重 後來這邊直接摸下來 可是應該CLU是有意識到的 對 應該知道對方在紅區 現在在抓位置 兩邊在眼睛上面的爭奪 所以這邊人直接很勇敢地站在原地 車車被逼出了一個閃線 而且遠方的Kawei直接把Kasa的閃線也打出來了 這波Maple的支援速度是比較慢的 但已經上到六級喔 現在是中路的一個等級差距 看一下Maple有沒有掉出他的海之霸主 最後是選擇了把視野建立回來 閃電梁知道自己的雙人是 血量上比較低的情況下沒有上去硬打 Stake這波跳過去 直接推到牆上 Q技能又好了 Q技能剛剛已經丟到了 環速效果有 Stake感覺有要塔殺嗎 沒有 因為他的怒氣已經結束了 這波是直接把阿專的血量給打殘 阿專這邊其實是有大絕 可以來回復一波血量 對 因為他剛剛其實在被牛排兇的時候 他還沒有來到五等 他還沒有來到六等 對 所以其實在撤推上面來講 就是比較被動 就是他必須要強制自己一直往後拉 然後其實剛剛牛排看起來 是有機會去再做擊殺的 而且以第一波回復的裝備來說 Clue這邊的選手 選擇的裝備在後面的發展性上面 是跟牛排出現了很大的差距 牛排是直接拿了一個巨人腰帶 對 剛剛Clue這邊是靈藥加上三水去吸收 所以他補上的是一個多藍劍以及長劍 那這邊牛排是直接拿出了一個巨人腰帶 他回復的時候是一千多塊錢 那這樣子的話我覺得上路的發育 在中期的團戰上面大裝的時間點 會出現一個很明顯的分隔 對 因為其實這邊三項流的 以瑞莉亞成型的時間還是會比 不管是火斗或歐盟的納爾還是來得晚很多的 而且現在你可以看到阿鑽即使是在塔下的士兵 都要小心stake遠程的技能騷擾 第一個雖炎又是拋到了阿鑽身上 納爾現在的路霸在前面 假如沒有辦法幫助的情況下 我覺得阿鑽這條線基本上也是一個劣勢線了 那現在Crew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現在三路都劣勢的話 那要怎麼樣去阻擋閃電狼這邊的進攻 剛剛其實閃電狼第一波的攻勢是有被瓦解掉的 靠著這個輔助的遊走 以及Jungle中路的反撲 就把這個士兵有搶回來 你可以看到原本閃電狼這邊的兩個子眼都被排掉了 那現在就藍buff這個位置 閃電狼這邊有沒有要再做進攻 因為蛇神目前沒有武術血的話 他其實要再做這個輪轉進攻的話 是有一點吃力的 對 而且我們剛剛上一波的交戰裡面 KASA跟蛇蛇都交出了閃線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情報 所以我想要問你這個問題 如果這時候Crew再大膽一點選擇 因為我的佳文是有大有閃的情況下 去你的野區跟你相撞 你覺得這樣的選擇是可以實現的嗎 其實現在Crew是可以仗著這邊 自己下路希薇爾的關係 直接強推下路 不斷的送兵 然後搭配珍娜 珍娜搭配佳文去對閃電狼這邊的藍buff 去做入侵或是炎尾布置 我覺得會是一個比較好選擇 因為你不管是撞到了這邊的雷格爾 或者是摩甘娜的話 我覺得都是有擊殺的可能的 因為他們兩個在上一波的交火當中 就被逼掉了兩個閃線了 對 而且你只要中路這邊 如果Crew先站到了一個定位 可以用遠方的摩托技點輸出 對方在競技場裡面 是非常容易命中這個傷害的 應該說這樣的箭頭可以讓 但是中路又是閃電狼先出奇套了黑盾的Casa 直接把Crew留在原地 還是傷害打到 其實還是霸主沒有命中 但是拿了一顆人頭的Maple 這邊又要滾起他的血球 對 剛剛要提的就是 Jungle跟Support 如果可以把閃電狼現在這邊的Jungle support 代開的話 就不會發生剛剛那樣的情況了 因為剛剛那樣的情況就是 閃電狼仗著自己 這邊雷格爾的隱形優勢 以及這邊齊勒是比較難去做位移的情況下 搭配雷格爾的出榜 是沒有辦法去做規避的這個Gank 而且最傷的是 他這一波面對Gank 他又腳閃 而且閃後被Casa的拋繩給拋到 那這樣就是一個最慘的情況 因為你下一個雷格爾大決轉好的時候 你沒有閃線 對 其實現在閃電狼就不斷的施加壓力 給Crew這邊的中路就可以了 因為他其實不需要特別去投資其他路 他只要仗著這個重生的時間 把中塔推掉的話 其實Crew的上下兩路會 進而去受到這個壓力在 然後自然就會出現 對 然後Nail現在是很早的 就在一個人在線上做發育了 你可以看到 Soul2基本上就是在中路配合了Casa 來幫助Maple滾起他的擊殺 現在閃電狼仗已經拿到了三顆人頭的領先 這邊EQ直接撞到 Nail直接撞到EQ彩腳 奧數月千 感覺是要死了這一波 EQ閃線腳得不夠快 對 因為剛剛其實 Nail這邊是想要插了一支視頻 也在這個前套中 然後韓奇是有預測到這個 Nail要做這樣的動作 所以他直接就是往前壓制 然後去直接EQ挑飛起的這個Eater Rail 對 而且韓奇前面一直在拚自己發育的情況下 他的裝備其實現在是沒有落後於閃電 對 他有兩把長劍 剛剛這個EQ的傷害 即使剛剛是HoneyRain沒有打到任何一下 你可以看到Nail已經直接噴掉了半條線 對 他這邊也是直接EQ然後立刻蓋 讓這個破甲傷害是有道理 下路這邊KASA沒有辦法及時的支援Nail的情況下 韓奇終於找到一個機會為隊伍建功 拿下了隊伍的首殺 而且下路也拿到了一座外塔 確實是像Mustake所說 利用了加文前面配合下路增壓的一個點位 拿到了一個擊殺 但是蛇蛇這邊又來到了中路 KASA這邊會不會中技呢 對 我覺得KURU這邊可以真的就是思考說 我們就往現在對面閃電狼藍BUFF打喔 因為你不斷地去把對面的Jungle Support 限制在這個區域的話 其實是變相地去說 哇 KASA直接被進距離Maple貼身 海之霸主直接往臉上丟啊 KASA這邊的經驗我覺得是不夠好 因為他右側完全沒有視野 他選擇先把Q進城噴了一下大會鳥 然後回身的時候直接在河道的轉角處 因為視野的盲區 直接被Maple一個貼身的Q進城貼在臉上 這樣中路的 齊勒斯倒下的情況下 閃電狼藍這邊直接摳籠喔 那看起來 KARWEI的初登板是有一點受挫 對上了我們現在太高的地區 應該壓線起數一數二的Maple了 Maple這邊已經直接 菲斯拿到了三顆人頭 這一場閃電狼的中路 已經打出了一個非常好的破口 其實這兩隻角色 齊勒斯跟菲斯兩隻角色 如果真的是對等開的話 並沒有說哪一隻Counter哪一隻喔 因為其實 齊勒斯是可以去預判說 菲斯的一技能的落點位置 然後去做Poke壓力的 可是其實重點還在於說 哇這邊直接出版綁到 直接貼在臉上的拋繩 又是直接禁錮住了 我們的Honey Rain 恩流跟上 最後有KARWEI拿到這個人頭 但Stake這邊感覺他要Stake了 因為他的血量見底 哇這個閃線有點焦的 我會覺得有點 沒有必要了 對沒有必要啦 因為其實要嘛就是 珍娜在做騷擾的時候 就直接焦掉了 對 那其實是看到了 Irayia交了閃線的時候 Irayia Q技能已經進到射程了 他已經點到你的話 他就會跟著你 到你位移後的位置 和風守護 我覺得應該就是 剛剛Mitek所提到 就是珍娜貼上來 直接丟你緩速和風守護 之前你要先交一個閃線 對 要嘛就是直接交閃線 對 那你這樣交閃基本上 因為Trash Mellon剛剛的珍娜 是沒有閃線的 所以有可能可以存活 好兩邊又來到了中路 現在是閃電狼 在紅區裡面已經建立了視野 Trash Mellon這邊想要過來幫忙隊伍 把視野往龍區裡面建立 但是非常的危險 因為KARSA現在又是一個滿虐 眼睛看到了 在支售剩下紅BUFF的Honey Run 哇又是直接兩層的禁錄 KARSA在草叢裡面跳來跳去 攢下了第二顆的人頭 目前202的戰績出登板就已經拿到了 六分之四的這個擊殺貢獻 對 看起來這個風向的滾動很棒 這十四分鐘的時間 也是直接要對對方的第三輪火BUFF做進攻 這邊是屬於暈倒 將會一級挑起 KARSA這邊直接瞄準了 我們上路Stake 但這邊的NALA跳跳跳的非常的不錯 兩隊的位移植回到塔下 回身還要反打一下KARSA KARSA這邊想要來擊殺牛排 但感覺KARSA要死了 但沒有Stake這邊上去 以為可以順利利利用地槍槍的被動 收掉KARSA 但KARSA其實扣了一手閃線 把Stake Bait出來 最後是由阿傳拿到了這顆人頭 對 這邊算是被Bait到了 然後他以為 他其實是以為自己可以收掉了 加穩試試 所以這邊加穩試扣了一個閃線戰 對 看得出來Stake對於 韓齊在賽前的評論上面 可是那個講話的是李密的 你為什麼要算在他旁邊的韓車上呢 這個塔推掉的話 其實珍娜位置很差 在這邊的位置超級無敵差 其實是有機會在這邊韓齊倫 哇 被Q了 但是這個鎖鏈還是禁錄了RAM NAL這邊不敢打了 因為上路的傳送過來 伊瑞莉亞直接瞄準的SOART 讓後面的Honey Run拿到人頭 但Stake這邊也來了 復活出來 但怒氣不是很夠 Stake要倒下了嗎 沒有 因為MAPLE也來了 超級無敵肥的MAPLE 後面的隊友只能發掉了阿傳以後 傷錢直接開始了RAM 這個魚還丟到了後包的Trash Melon 但是加穩已經露出了人頭以後 最後MAPLE選擇了放棄追擊 但下路想讓這邊即使是後手還是 哇 這邊出綁綁到 喀才在左邊綁到了一個沒有位移的卡威以後 閃線想要直接收人頭 最後是由MAPLE一個一技能跳過去以後 短皮的小飛就拿到了這顆人頭 Stake終於變大了 在塔下配合NL 也是擊殺掉了韓吉的佳文 閃電腦在下路打出了一個大獲全勝的團戰 對 這一波算是一波 幾乎沒死人嘛 死了一個 摩甘娜 對 摩甘娜 一換四 這波是一波一換四 剛剛其實Karsa這邊有一個細膩的判斷 他看起來是閃線要閃 奇勒斯的一技能 就是雲線鏡 所以他的閃線是 直接從這個奇勒斯的前面閃到奇勒斯後面 也順帶閃掉了加穩的EQ 對 但剛剛其實卡威還有一個閃線 好險後面MAPLE跟進的一個EQ順利的收掉 閃電腦在下路這一波的集結 可能算是直接打垮了Clue前期的一個信心了 對 這邊16分鐘已經進技場距來到6000塊錢了 差不多 因為以現在MAPLE身上的人頭數500的戰績 他拿到了驚人 他的進場會更肆無忌憚 現在其實MAPLE 不是 蛇蛇跟這個OLED 就是HKES的OLED兩位選手 我剛才的時候其實都選擇驚人在團戰中的發揮 因為其實在驚人出來的時間點 大概會約末在25分鐘左右 所以這個時間點會不斷的爆發中大型的反戰 其實驚人的發揮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對 這個裸上驚人的出法 我上次在面... TBA在台下看完HKES的比賽 也是做了非常多的討論 在討論說OLED這個理解到底是 是不是符合現金META的一個出裝方式 上路的對決 牛排送出了兩顆人頭 但剛剛在下路的這一波助攻 順利的拿到三個 上路這邊變大了 塔其實再過一下就要被摧毀了 所以可以看到後方 色雷西瓜子已經先做了蹲點 家維也在不遠的位置 就連中路的卡維也過來做掩護 牛排這一波沒有上去 所以他的判斷是正確的 但是後面舍車已經過來了 他感覺要有勇氣了 但是要面對一次三個人喔 閃掉了W的暈眩 直接平衡打擊 牛排吃了三個人的擊火 變小的情況下 直接用NAR跳跳拉開了距離 但是阿專並沒有放棄追擊 這邊目標要轉換選擇嗎 大絕手裂開始 進場速度實在是太高了 直接灌傳了色雷西瓜 實在是後方直接吃到了兩個前排的傷害 還是被打死 而且Maple現在是跟NL 其實在地圖的下半部 所以上路這邊的人數是一個絕對的劣勢 閃電狼這一波的判斷 感覺是稍微急躁了一點喔 對 剛剛這邊珍娜的大絕 施放得非常好 直接把KASA吹到了一個比較差的位置 然後被擊火 哈尼潤這邊是用把護護盾 傷害太高了 哇 這邊交錯閃線 把海之大海的魚給掉落在地上 但是一套傷害是直接灌纏了 Maple還有一技能可以離開圍牆 直接跳出去喔 中路這邊 感覺上面 哈尼潤這邊剛剛的判斷 也是有點失誤 他不知道Maple會選擇先往後退再往前 又是直接被 菲斯沒有交任何未技能的情況下 直接就可以Q到 這就是面對菲斯一個要非常小心的地方 然後這一波 Maple自己打的一個破口 這邊是急蛇支援可以打出 而可以守住中路二塔 可是這邊小龍要重生了 看起來又是閃電狼 可以掌握這個第二條小龍 以這場比賽來說 KASA剛上路的這個進場 是比較莽撞了一點 但整場比賽的風向彈動是非常好的 而且閃電狼 在拿到了巨量經濟優勢的情況下 還是選擇了比較穩穩的 把地圖的經濟給拿到手 現在小龍的BUFF應該是第二層 第二層的龍BUFF 閃電狼其實在遊戲時間 不到20分鐘就已經領先了5000塊錢 看起來可是這個陣容上面 我覺得懸角上面的失誤也沒有問題 但主要還是在一些 中路的壓力真的太大了一些 其實雷格爾搭配菲斯 對齊勒斯來講真的是壓力很大 所以你要盡可能把雷格爾的位置帶開 然後帶離中路 然後把視野封死 然後去抓好雷格爾的位置 其實是變相的可以降低這邊 KASA的壓力 對 而且比較可惜的還是說 因為你在藍方你已經投資了 是三個BAN角在中路 但是你並沒有在中路這條線路上 拿到優勢 那就可以說是這個BANPICK爾 想法上面是正確 但是你還是沒有辦法 彌補MAPLE跟KAWA 初登板的我們的中路選手一個差距 現在MAPLE在上路 因為牛排這邊跟阿鑽打突出結果 現在由最肥的MAPLE來到上路 看起來是有機會 這邊是不是要直接開啟大絕 HANI REN這邊會直接開始狩煉 Stake把他的原始衝撞 W竟然可以用掉 HANI直接走上來 有辦法出EQ嗎 以色瑞爾很果斷直接往後拉掉 上路的MAPLE已經拿到了 Club的最後一座外塔 現在兩邊來到了中路的一個對線 那由MAPLE這邊沒有TP的中路角色 上路跟伊瑞莉亞對點 哇 這邊直接Q到 直接Q到NL遠方的輸出 直接開啟了靈魂枷鎖 右側KASA的進場 綁到了KAWA 在自己的位置其實很危險 哇 這邊被秒掉 MAPLE在右側 知道對方有四個人的情況下 回抓 直接抓後方落單的阿鑽 阿鑽這邊有小兵 可以位移 但是直接被MAPLE給Q在原地 Stake的怒氣還是不夠 反正被平衡打擊 可以暈到 哇 瑟瑟這邊吃到了遠方 齊樂斯的傷害 配合希薇爾的輸出 直接把他給帶走 NL這邊夾擊KAWA 他能直接用E技能閃掉了一個W的技能 以後順利的拿到人頭 但自己的位置也是被HANI REN給點死 這波閃電狼看起來 在組織上面是出現了一些 混亂的狀況 對 這邊視野的掌控上面來講 閃電狼其實是有拿到的 應該說在這個會戰比拼上面來講 Crew的視野是比較缺乏的 所以其實閃電狼這樣這邊 打出了一個三換三 其實對閃電狼是比較吃虧的 說實在 感覺在進退場的團隊溝通上面 還是出現了一些分歧 Stake剛剛的怒氣 並沒有辦法及時的疊滿 而且KAWA的進場在右側的位置 其實是有點太深了 對 主要還是被 應該說KAWA剛剛其實是從中間 想要去Cut斷對方後面 可是在這邊牛排並沒有說 跟這個Lagor的位置是相近的 他其實是一直在左邊 去Cut斷這個Iradia支援 所以就變成說 他進來的時候 他是一個輸出裝的Lagor 但承受四個人激活的情況下 是一定被秒殺掉的 對 因為你可以看出來 他已經出了我們的這個 戰神附魔以外 他再上了一個1337 這是一個 也誤穿了一個攻擊型Lagor的出法 瑟瑟及時套了自己的黑暗之盾 擋掉了焊金EQ的挑飛 這邊中路是有驚無險 剛剛如果說是閃電狼的 應該說閃電狼的失誤以外 我覺得應該也要稱讚一下 阿鑽剛剛的判斷 他在後方的確是拖延了非常多 閃電狼甲中的一個機會 對 因為其實剛剛牛排這邊 這邊的位置 他是卡在Iraylia中心 可是Iraylia不斷的想要 從這邊切入的情況下 他把牛排的位置把它帶開 然後導致說 KASA這邊原本想要進場的時候 反而是錯過了這個時間 因為這邊應該要蓋蛇蛇 應該蛇蛇 蛇蛇反身開啟了大絕 但是在競技場裡面沒有閃現 直接被遠方的魔導祭典給炸死 這一波Kuru還是在中路找到了 一個先行集結的機會 配合遠方半地圖的支援的大絕 直接拿到這個人桶 Israel歡迎顏色 砍其他的精準彈幕 但這個精準彈幕只有造成 對方希薇爾回魔的效果 所以砍其這幾個 加文的開戰都很不錯 下路或中路這邊的開戰 他的EQ挑飛 然後配上大絕 就是都是很果斷的 他不會猶豫太多 所以其實這邊有打到一個小破口 就延緩了閃電狼這邊的攻勢 因為現在蛇蛇如果真的死亡回家的話 他再來到這邊 他的視野佈置可能又會中斷了一段時間 現在這邊這個塔 閃電狼是勢必要拿下來 就看說Kuru這邊可以拖多久的時間 對 然後在塔下有沒有機會利用 伊瑞莉亞的兩段位移 抓到了重要的carry 當然抓飛絲絕對不是一個好的開戰 因為對方已經有了驚人 還是要瞄準了NL的伊澤瑞爾 但是蛇蛇這一波的回補也拿到了驚人 所以現在對於閃電狼來說 他們比較有本錢來打一個強開的塔下團戰 對 Kuru勢必還是要 就是要抱著自己的防禦塔去跟閃電狼做會戰 可是閃電狼這邊兩個人有驚人的話 就看說彈塔上面來講 是不是能夠確實的分配好說 怎麼樣的去承擔塔的傷害 那才有可能做成功大夫 不然其實大夫來講 Kuru還是一面比較大一點 因為他這邊反開的能力比較好 對 包含了遠方輸出的Kawei的其樂師 以及珍娜的一個反開性質在的話 尤其又有一個Honey Run的西威爾可以做拉打 我覺得閃電狼這一波直接越塔的話會有危險 哇 但是Kawei在隔牆的情況下 直接被Q到的情況下 介紹一個狩獵拋神 Kata這一波的兩個拋神都順利的命中 Stake這邊坦塔被雷射塔射得非常的痛 但是他血量還有一些 最後是在Honey Run跟我們的狩雷西瓜之 沒有參戰的情況下 閃電狼找到一個機會 直接抓掉對方的三個人 把上路的軍營給帶走 對 因為這波其實就是閃電狼 有把握到直接隔牆的這個進步 然後搭配雷格爾的超神 直接把其樂師給秒殺掉 然後再加上收掉了旁邊的 加文獅子以及Radia 對 這一個走位的失誤 我覺得比較要算在 欸 Mepo剛剛按到閃線了 看起來是按到了 裝不知道 因為他隊友好像都沒發現 因為發現的話應該會小 但是對方Ping了一個問號 對方有看到嗎 還是對方說這邊有沒有蹲點 因為閃電狼已經把那個區域利用 直言把視野給搶過來了 當然現在沒有了閃線 對於Mepo的發育來說 影響不大 只是對方可能AD跟AP比較有機會逃離那個戰場 閃電狼抓準了第三隻小龍的時間 到囉 那看要不要 哇 這一波應該是要開了 遠方的摸倒地點炸起來 最後龍海是被Kata穩穩的拿出 Kata的血量已經漸底直接閃現出去 阿傳這邊黏住了NL NL應該是跑不掉了 要直接被搜走 Mepo在進場 帶走了佳文試試 哇 配合了蛇蛇的傷害 好險伊瑞莉亞有換到這個人頭 Mepo在追擊Kawei 這邊感覺是要走不掉了 直接一個線讓他打掉了半條血 再戳以下普攻 點藍換下去 帥氣的回頭 牛排說 阿不是說要讓給我 牛排這邊在後面緊追在後 但沒有拿到人頭數目 最後閃電狼還是在對方 開戰的情況下拿到了一個Ace 對 這邊閃電狼回補的時候 其實速度 應該說Crew這邊沒有辦法知道說 後面人的支援速度 所以他們那個開戰其實是正確的 就是他看到了 只有三個人在吃小龍 可是在這個追擊上面來講 就是被閃電狼這邊拖了太久了 然後導致說 這邊Mepo或是Kata Kata這邊也是可以支援的到 這樣抓準了對方重生的時間 直接帶走了中路的軍營 漢奇走出來其實隊友 還沒有辦法 還沒有辦法出來守護家園的情況下 放棄了這一次反打的機會 目前經濟已經拉開了 一萬三左右的經濟差距了 而且Mepo的閃線 剛剛即使噴掉的情況下 以他的Face的位移技能來說 Kawei這邊要逃掉實在是太為困難了 這邊EitherRail也是出了疊劍 對 剛剛EitherRail上一波 其實就已經選擇了這個疊刀 作為他的裝備 當然是想要來結束比賽了 對 因為其實現在閃電狼優勢很大 EitherRail現在的裝備算是 最巔峰的時候 因為在 你可以看到Crew這邊 幾乎沒有任何的物防 只有這邊 驚人以及Irilia的這個守望者鎧甲而已 中路這邊看到了狩獵的驚嘆號以後 拋繩被擋掉 好險利用狩獵的加速 閃掉了這個拋繩 Kawei第二個拋繩就丟在了Mepo的身上 這可能怒氣不是很扣 和你抓住了這邊 硬蓋蛇蛇 但蛇蛇大絕 一大五直接把對方給卡掉 讓阿專在後面 跟Nar做了一個交換 是拿到了蛇蛇的人頭 但是被牛排的Nar給打死 閃電狼在不再的情況下 一波四打五的反開 還是順利的見面到了對方兩個前排 這波應該是要一波灌到底了 我們來看一下在主堡雙塔前 Kawei有沒有機會做防守呢 Nar剛剛這個跳應該是撞牆了 而且他進場的大絕 感覺直接被Trace Mellon給吹走 牛排這一場的Nar 感覺是比較頑皮的一點 頑皮的Nar牛排 那當然門牙還是順利的拔掉了 對方的前排復活 還有3到7秒 Mepo直接利用大絕限制走位 閃電狼的身下隊員 在拼命的砍主堡 順利的拿下27分鐘 非常快速的時間 拿下了他們今天的第一場比賽 這一場閃電狼的節奏掌控 我覺得真的就是Kaelsa這邊 帶得很好 包括前面的Gank 第一次成功 還沒有留等的Gank 直接逼出了 其樂士的閃現以及光盾 然後再加上 第二次的大絕 也是成功的Gank到其樂士 也是再一次的逼出了閃現跟光盾 所以這兩次的得手 導致說就是Mepo這隻 選球角色Face 就是不斷的去帶動風向 然後去施加邊線的壓力 因為他在中卡推